大家好 15.36 给全世界 使用中文 括弧汉语的朋友们请安了啊 看见没有 我有两杯茶啊 一杯透明的一杯不透明的啊 都是茶水 咱们接着烙啊接着砍啊 哎呀 明白人 聪明人啊 会总结的人 总是那么的多啊 我们这个民族啊 还有旧啊 不管叫中华民族 还是叫使用汉语的族群啊 我最敬重的是 愚昧群体中清醒的人 沉默群体中敢于呐喊的人 冷漠群体中能关注的人 谎言群体中 敢讲真话的人 敢讲真话的人 利益群体中能存有良心的人 道德 道德沉默群体中 能守住底线的人 据说 据说 据说航空煤油 3,869元 3,869元 一吨 每吨 1,290升 每升 2块9毛9 95号的汽油 7块4一升 汽车 竟然烧着比飞机贵2.5倍的油 请问那些垄断国企们 你们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他们当然不会了 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拿着那么高的工资 对吧 吃喝玩乐 吃喝嫖赌 他当然不会了 对不对 这个王洪光啊 已经退役的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是个中将 他说美军敢去台湾啊 这个我就三天拿下台湾 是吧 他是两会代表吧 这不是在人民大会堂吗 那个那个正门东门外啊 接受采访 结果呢 是这样的吗 美国要赶赞台湾 不服萨德 就是我们解放台湾之路 我这话放了 如果他是萨德 你看别的什么东西再过来 只要他进入境际 他赶在台湾 现在人家来了 乘坐军用运输机 三名美国参议员 今天早晨去台湾了 和蔡英文见面啊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啊 最近啊 这个男性 砍人事件啊 反正去街上杀害无辜的 还都是男的 女的还目前没发生过 女的可能是投毒 给自己老公给毒死 这有可能啊 呃 对 前些年好像南京还是哪 还是杭州 好像杭州 一个广西的女保姆 当然保姆就是女的 好像点了一把火 把主人家的俩孩子给烧死了 好像有这么件事 是吧 呃 还有苏州 好像是男的杀女的 还是女的杀男的 也是两口子 彼此投毒 好像男的杀女的啊 最近一周内啊 男性砍人事件 如下一 大连劳动公园 那个是拿车撞吧 是砍人吗 第二 武汉保利砍人 第三 广东清远的英德 第四 河北仁秋啊 这个我看到了 也是个成年人 拿刀砍那个中学生啊 第五 南昌红谷滩砍人 第六 浙江义乌 第七 湖南陈州 湖南陈州那我看到了 第八 南京新街口 那个先是拿车冲撞 然后拿刀砍人 说一周七天竟有八次 平均一天都不行啊 不知道是不是一周之内 反正最近就很多啊 我们再看看啊 近期恶性事件汇总 最近有这么多啊 你说这个国家 那不出了大问题 那还是怎么回事呢 对不对 如有一漏 请补充 浙江绍兴盛州 盛州好像叫古来镇 叫什么镇啊 5月29号 死了三个人 三死两伤 大连劳动公园 5月22号 四死三伤 武汉光谷宝利 5月28 死亡不明 伤亡不明 广东清远英德 5月23 一女被杀 河北仁秋 5月24 三名学生被砍 南昌 红谷滩 5月23 一死一伤 浙江 义屋 5月29 两人被捅伤 湖南 称州 5月28 五名学生被砍 南京 新街口 5月29 八人受伤 山西 淮仁 5月23 一人被砍 上海 分众 5月17 五人被伤 广西 北流 好像是幼儿园 4月28 两死 十六伤 广东东莞的东城区 4月27 一学生受伤 广州白云区 4月26 一死一伤 四川达州的宣汉县 5月5号 至少四人 伤亡不祥 福建建阳 5月8号 伤亡不明 宁夏 吴忠 3月22 六人被砍伤 直到四月份 才曝光 这事一直被压着 那个 宁夏 吴忠 我还真去过 那地方 广西柳州 6月3号 两人死亡 安徽 安庆 6月5号 六死 十四伤 四川眉山 6月5号 伤亡 暂不明 他写错了 他写成 安徽庆安 安徽庆安 也出过事 是安徽安庆 是黑龙江庆安 庆安事件呀 徐纯和呀 被警察开枪打死了 在那个车站 他可能要去北京上访 带着孩子 还有他老妈 对吧 结果他跟警察折腾起来了 警察 直接给他打死了 庆安事件呀 徐纯和 大概五六年 六七年前吧 对吧 错别字吧 我经常发现别人的错别字啊 这个没办法啊 这个我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 还有一个储备量 相当可观的大脑容量啊 这是防兵 也是国防大学的 他是一个穿武警制服的国防大学的一个大校吧 是个教授 他说美方如果进入台湾 美军啊 就中方不惜一切代价 没有退路 就要解放台湾 可是前两天这不是传出消息了吗 人家美军的那个部队已经在跟台军在有协作 而且就驻扎在台湾本岛啊 所以这事是吧 这就自己打自己脸你没那么强你天天嘴炮 是吧 你就是反革命口银饭 是吧 王硕讲话 我就是马字的啊 坎爷讲话 我就是耍嘴的 你要是耍嘴就别那么硬 我就是耍嘴的